是刀狼 一个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传奇人物 8月30号刀狼的山歌响起的地方 线上演唱会震撼开场 刀狼身着黑色T恤现身 从晚上8点开始到11点半左右结束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带领着超过5200万人共同穿越时空 点赞更是超6亿 这个数字是人们对刀狼音乐热爱与认可的有利证明 在这场演唱会上 他不仅演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 披着羊皮的狼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让我们仿佛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那些熟悉的旋律 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回忆 同时也演唱了近年的新歌 罗刹海事花妖等 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不断创新与突破 刀狼的音乐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2004年 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 火遍大江南北 那独特的嗓音 深情的歌词 如一阵春风吹进人们心田 但一夜走红后 他却选择了逃 远离喧嚣舞台 回归内心世界 2006年初复出 2013年又淡出公众事业 直到2023年7月 沉寂十年的他带着新专辑 《山歌聊哉强势归来》 其中罗刹海事更是刷屏多个音乐平台 这次线上演唱会的成功 背后是刀狼与团队整整一个月的精心磨合 30多种中西乐器的完美配合 30余位乐手的齐心协力 看着如今的刀狼 你也许会感慨 他似乎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但那份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从未改变 这场演唱会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 演唱进行到一半突降雨水 刀狼却撑伞坚持演唱 展现出对音乐的执着和对观众的尊重 Ibundance请工作人员落座 敬险对团队成员的关心 刀狼没有关闭线上打赏功能 而是将打赏额度限制在10元以下 并承诺将全部打赏捐赠给新疆儿童基金会 凸显其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三个半小时里 他演唱了39首歌 经典与新歌交织 让新老歌迷大饱耳福 舞台布置虽简单 但灯光氛围恰到好处 团队配合默契 而选址家乡 以山歌响起的地方为主题 更是表达了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 而这场线上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带来了诸多商业思考与启发 它证明了好的音乐作品 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无论时间如何流转都能打动人心 同时也展示了线上平台的巨大影响力和传播力 能让歌手与观众跨越地域限制紧密相连 对于歌手来说 通过线上演唱会可以积累超高人气 为后续的线下巡回演唱会预热 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就如刀狼此次线上演唱会的成功 无疑为他即将在成都广州等地举行的巡回演唱会 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和热度 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我们坚信刀狼会继续用他的音乐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他的传奇还在继续书写 但我们共同期待 另外粉丝宝宝们就像刀狼一样 我也坚持并热爱我的事业 做商业教育已经19年了 站在这个讲台上14年 我希望用我的知识和能量赋能更多人 视频下方可以预约我三天两晚的成长训练营 想要见面的粉丝宝宝可以点击预约 让我们星光点亮星光 彼此照亮对方 我们现场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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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